生物工程的层面上讲 对一个人类的定制 像您刚才讲的要求这么做 技术上的确有可行性 但实际上很难做得到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你说的 按了葫芦齐了瓢 你不知道调了这个 那个会怎么变 而且这个试错成本 就跟转世轮回一样 只有一次机会 对 这个基因的秘密啊 其实就跟咱们现在讲 大数据一样 它要普惠 这个地方就体现 某种人类价值观 你绝对不能将来变成说 你有钱 你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基因 或者你就对自己 可以做一个比较优化 没钱的人 那就只能比你越来越蠢 越来越弱 我特别赞同这个观点 我经常说 不能把精神医学 变成精英医学 有钱的人 有权的人 就可以肆意享受 记录红利 换言之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是最公平的程序 死亡才使得 让下一代有机会 替代上一代的生态味 我觉得基因科学 就会有可能会改变 你这个是一个人为的认识 或者说是目前表面上 大家的一个认可 但是总有人 从自私的基因的原理 来打破这个规模 我曾经跟很多人讨论过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从永生开始的 我知不知是永生 对吧 我说我肯定反对永生 这不仅仅单单的是 能不能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在于 人类归根结底 是以总群的方式延续 而不是以个体的方式延续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是在于 如果说第一个人能永生 那么就有第二个人永生 他两个之间 会用物理的方式解决对方 互相杀一下就完了嘛 我们刚才讨论的永生 都只是基因层面上的永生 不可能说 我把你这个肉体都消灭干净了 你还永生 这是第二句话 第三句话就是 最麻烦的一个事情 意识永生 就是科幻电影里讲了 你的意识可以下载 这是人家最追求的 这个里边第二个危险 那霍布斯早就讨论过的 人跟人这个冲突是绝对 第三个是无数人追求的 特别是伟大的这些哲学 孔子 等于阿里斯多德 要是现在能复制 阿里斯多德的一些思维的观念 他到现在不过时 那有很多人会愿意 人类的共识会愿意 那这个将来有什么方法能阻止 或者说 我最近出台了 现在个人信息保护方法 禁止用算法去做推荐 我觉得就挺好的一步 但我们怎么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要消耗那么多 就你像人类几千天积累 那么多智慧 你看看今天实际上 大家好多都忘了 怎么能保持这种传递 怎么那么多没脑 对 这成本太高了 人类智慧传递成本太高了 不是 有些事啊 我简直觉得很难相信 但是就是他们觉得可能 比如说马斯克 他们说已经连了 连了一个什么动物 猪 猴子 就是猪 好 你看很多时候啊 文科生说的高兴 我不知道具体上怎么能做到 说将来真有希望做到 有个接口 他能读取 我脑子里的记忆和想法 这是可能的吗 这个做过一些 常规的实验 这倒不是马斯克做的了 这个马斯克做的更多的是 把电线和连接 这个倒不难 本身就是生物电的一个 最简单的行为 你是 你能读我的脑电波 我相信 我的思想怎么读啊 它是有这么几个实验 这是真实做了的 就比如说 我们知道有一些 电线的患者 我要切除一部分脑白质 这个过程中 要做数中唤醒 就是做手术 被你叫起来 那么最近做的实验是 在你要做这个区域 放了很多脑电机 插了很多电机 这个电机机片 然后你不要说话 我问你问题 你用脑子想 然后它把你的数据 给输出出来 正确率大概是 60%到70%之间 输入速度大概是 100%到150个字 英语 英语 就是讲的是英语 然后以后 它就找到规律 知道你的脑子怎么应用 实际上某种程度上 也就是说 我们至少是可以 把它的语言 如果你想说的话 比如霍金要有这个技术 那是蛮好的 它就可以大量的输出了 比如说我们学外语的 经常说你习惯用英语思维 那您这意思就是说 脑子的思维是用 假如是用语言思维的话 至少语言中枢的这一部分的信号 在一个有10亿人级别使用的语言 上百亿的数据训练级的条件下 可能被正确识别出来 它就能翻译成英语 我说的这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案例 这是发了科学文章的 这事已经做到了 所以你想想这个未来 就是所谓他们说的 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科幻 这是科幻世界里的 要是真的那太可怕了 就是像义军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人会死 一个人你像爱因斯坦那么聪明 就死了也就死了 只能说他的思想永生存 但是假如说将来要是有一天 有人提出这种假说吧 能够下载你的真的这个大脑的思想 就所谓在这个意义上的不死 数据化不死 那么就意味着呢 同样是爱因斯坦的一个大脑 他会继续想下去 再给他100年的时间 再让他整天上网 什么都看看 对吧 那他这个东西积累下来 这个大脑他会 他会发现宇宙的终极真理 也都说不准 刘慈欣就写过一个小说 他是这是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 你说这公司已经有了 在加州 就是说一组程序不断的聊 涉及无数的问题 来问一岁干啥 二岁干啥 视频什么都有 将来你五代以后的孙子 想见豆老师打个电话 反正我们的很多长辈 不都是活在你通信录里吗 好久都没见了 打个电话 根据你的声音 根据你的记录 可以跟他聊天了 这个公司在美国 已经有开始去成立了 这是一部分 所以当时大家很担心产生另外一组黑客 我天天删的数据就行了 一直不豆老师删成老年痴呆 就是你的给我钱 要不我把你爷爷的爷爷的数据删掉 这是一个你刚才说的意识上云的这个过程 这是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如你所说的 如果说那个大脑本身 真的 我刚才讲的这个范围 还是在计算的范围 还没到算计 真的到算计了 这是不是人类解决 终极问题的一个方式 换言之 我们可以思考 贝索斯在去 在上太空时候 他讲过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么讲 地球能供养的人类是有限的 且不说这句话对不对 它的基本点 但是太阳系 是可以支持我们有一万亿人的 如果有一万亿人 我就能有一千个爱因斯坦 就可能会是人类这个物种 向深太空去行走 这就是说 这种美国的这种冒险家的精神 也是代表了我们智人在迁徙过程中 我们当年智人能够从非洲 假如从非洲走 能走到北美 能走到南美去 这也是这种拓张的精神 这两件事情 其实是同等重要的 其实对人性这个物种来讲 它是从这个角度 来从概率的角度思考 我们还是会出爱因斯坦 就像爱因斯坦的事情 还是有牛顿 还是有加利略 还是有亚里士多德 希克波拉底 毕达哥拉斯 这是一样的 包括我们的柱子百家 是吧 但是你又说 你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永生 我基本上 如果像刚才第三种形式的永生 如果它可以保证 大家每个自己的 叫手脑如玉吧 我们现在有这个词 叫比手身如玉 更重要的是手脑如玉 不被滥用 不被污染 不被滥用 不被人缘意缘 保持自己 还是自由意识 到底存不存在吗 就这个问题 很重要 所以人类啊 永远不能忘了这个伦理啊 这事就得靠咱们自己 管住自己的这个可能性和命运 就是说明 您还是相信这个 你看 人类的这个知识和智慧 代代相传 总是有它的某种道理的 所以说我就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啊 你对基因的这个研究啊 让你对这个父母教育孩子 会有什么新思想 给我们分享分享 理论练习实际的 对对对啊 就是因为这是现在很多人的困惑嘛 该怎么教育孩子 其实在于这个 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原理 一部分孩子补课就提高分数 所有孩子都补课就提高分数线 提高分数线其实没有意义 因为是电视院法则嘛 如果港大 港中文不扩招 那无外乎原来七百分上 现在七百二十分上 清华北大不扩招 这没用啊 实际上它会把我们人类 可以去探索好多的 因为你的时间是有限的 你没有必要去追求 那最后十八十分 因为它对人生这一辈子 没什么用 严格一闪 对大部分是没什么用的 反过来讲 基因是要求多样性的 基因是要求生物 生态都是要求多样性的 我更在意的是 我们能不能定义出来一种 对成功的多样化的标准 或者说不定义成功 都成功 就像一夫一妻之 都成功 都保下来了 当美国密西西比的大豆 发生了这个包囊线虫病的时候 是北京小黑豆救了大豆 这是这么个故事 因为北京小黑豆天然抗那种 包囊线虫 所以就是说 这个东西 你永远不会想到 相隔 这么千万里之外的一种基因 竟然会救 你的另外一个 很尽情的一个物种 我们今天保留任何一种 成功的可能性 实际上是让我们的 这个教育的多元化 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依托 这个地球上之所以美丽 是因为它没有放弃 每一种色彩 不管是红色还是黑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现在更希望的是在于 我们能不能更好的 去不定义成功 不要有更多的成功学 不要有更多的 急功近利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慢下来 而是让大家更多的悟出来 我常常觉得 就是我们的社会 对于所有的成功 都是有标准的 我们中国人的社会 因为我们常常 就一说到问题 就是说人多 我们是一路这样 精英的筛选的机制过来的 我们的记忆里面 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您要它刹车 这个很难 非常困难 我们已经大力地 在说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觉得 没有一个筛选标准 没有怎么 多样性怎么来教育下去呢 但看见发达国家 做最好的几个国家 比如说日本 它现在带来的 很多的问题是 老年化加少子化 同时存在 如果一个国家 最后没有人了 这国家任何的一种文化 任何一种传承 你有什么载体 可以记载吗 那日本人 只有研究永生了 回答它的问题 我觉得 现在要取 就像您说的 不要用成功的标志 是比较难的 能做到的 就是多种成功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所谓 那个奇迹时代 是怎么发生的 公元2500年左右的 就是我们现在往前推 2500年前的时候 轴心时代 希腊多穆克吉 是释迦王子出来了 古希腊那群先现在 中国也驻子 就在那个时代 那还是有一个 争鸣的一个作用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还是会回到 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们经常说 创新是自由之子 确实繁荣之母 创新很多的时候 也不能是自上而下的 有很多的创新 是属于低技术的创新 是属于组合式的创新 在历史上 很多伟大的方面 不是可以加搞出来的 是工匠搞出来的 对啊 瓦特也谈不上 是什么科学家 的方面整体记忆 我觉得人类啊 就是像个人 那个时候呢 就是到了青春期了 就是到了十七八岁 动脑筋读大学的时期了 就是那个时候 你是指2500年的时候 对 不同几个民族 当然大家方向 有点不一样 咱中国人呢 特别在行是 人跟人的关系 那个希腊呢 特别在乎于 人跟自然的关系 等等 我只是想回答您 那个问题 不是中国几千年来 不都是这样子的 不都是这样子 要不然唐诗怎么出来的 宋词怎么出来的 只是到了明朝以后 突然变成特别控制了 所以到明朝以后 只能写小说了 所以说就说历史上啊 你比如说 他讲的这个轴心时代啊 雅兹贝尔斯提出来 我听过一种解释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就等于说啊 人类在古元以前呢 当然就是原始宗教 萨满宗教 你看那个时候就是 真叫集体意识 你的个人意识 好像还弱于你的这个族群 个人就是更是集体的 我们这一族的 因为我们抱团 而且那个时候就相信很多 萨满教啊 这种原始神灵的世界 一个你像商朝都是嘛 他就很多神灵的世界 但是呢 就像他讲的一样 公元前800年到 我到200年 在这个600年当中 东西方同时出现那么多圣人 比如说孔子 释迦牟尼 柏拉图 苏拉底 然后这些 他们在干什么呢 就是我听到的这种观点 就是啊 就是说人类开始 从这个蒙昧啊 这些迷信当中啊 好像第一次睁开眼呢 反观自身 就是我是谁 我是怎么回事 你比如说像是孔子啊 像是这个这个 这个佛祖啊 或者是很多宗教的 为人制定伦理 就咱们说的伦理 你们人与人之间 应该怎么相处 你们之间应该怎么相爱 夫妻之间应该怎么样 你看就过去啊 一切是归之于 我神啊这种 但是从这个时候 你发现这些圣人们 似乎都有一点共同性 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 提出来的问题 一直到今天 还是人类的主要问题 就是提出了一个范式 就是人与人之间 我们这个社会应该怎样 才能够和谐 基因之外的问题 大部分他们那个时候都考虑了 从问题的角度来讲 是的 是不是啊 这些终极问题 在当年已经开始思考 大部分都考虑了 不管他的结论是不是对 但他的问题问对 所以我说您这个 对我们很有启发 就是说 在我们站在一个科技 将给我们带来一个 不可测的未来的 这么一个口上 我们还是得想想 那个时候的这个圣人 他规定的人类的一些 基本的价值观 这就是你们说的 这个生物科技的伦理问题 那么具体到 当今的父母 每一个家庭 实际上就要 也要从基因的角度考虑说 父母是给了他一定的基因 这个因 但实际上 他应该也要好好看看 这个孩子 你说的他是谁 很多后面的事情 并不是由基因所决定的 或者说 你是否能理解 你到底给了他怎样的基因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父母应该是 更有耐心 更理解 就是他也有 我经常举的话是 父母 要把对孩子的要求 反逐求己 自己去做到 你能不能做到 对孩子的要求 当父母改变自己的时候 有的时候 对一个原生家庭的改变 是巨大的 因为孩子是从你 他所有的行为习惯 认知 都是从你家庭的 应随和应激过来的 应激是基因 应随是你的行为 所以很多的问题是在于 因为家长做不到 要求别人都简单 我们经常是 己所不欲 但却失于人 所以大部分的家长 成人却无法改变自己 却无法掌控自己 是我看到当前 一个很大的悲哀和无奈 说得好 真的 你教他什么 他未必听 但是他 连他都不知道 他在不知不觉地模仿你 对于一个小孩来说 他身上的基因 百分之多少来自于他父母 一半一半 各接近50% 少量会突变 会重组 然后大家都习惯于 好的都是我的 不好的都是我那一半 是吧 你就跟你妈笨 你看你跟你爹你懒 其实都不对 是因为他们自己笨和自己了 互相指责对方的基因 好像是母亲的作用更大一点 不是 其实很难说 因为不同的性别 大家其实两性的问题 讨论了很久 最后现在越来越趋劲 好像就没啥去 比如说我儿是运动员 我踢足球这么好 比如说没吸 他就觉得那我这儿子 肯定有足球天赋 培养他踢足球 或者就我这孩子 培养他弹钢琴 那这个是有基因的根据吗 更重要的 他还是一个后天的吸得和环境 否则你这么说的话 因为家岂不是一代 根本一代高吗 但实际上并没有 都是达到高峰以后 逐渐甚至就转行了 不会自从附业了 您这意思就给基因 没起那么大作用 没有那么大作用 因为就是说 你要就是我们当时 都举那个例子 狼孩 他已经过着语言 最佳的学习期了 你再教他人话 他不会了 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 比如说我们的语言能力 多语言形成的最好的时间 是两到六岁 我们在欧洲很多国家 比如说比利时吧 他会德语法语英语 可能还会荷兰语 因为小国嘛 都要学很多的国 他会很多种语言 但你问他什么时候学的 小时候学的没人教 当我们尤其是我们 包括我那男人都一样 初中学英语 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的语言在两个脑区里 不是在一个脑区里学的 所以你才会有英语思维 汉语思维 你佐证了我一直这个想法 我就说语言没有天赋 语言是个经验问题 就是你特别小的时候 你接触到有多种语言 可能你就会长大容易 不管 虽然你说的好了 不是 你说没有天赋了 真的没有天赋 我们就觉得要有天赋 对不对 是你能不能尽早 他是这样子 语言的高级运用 可能是有天赋的 但是语言的基本能力 是没有天赋的 因为语言复杂程度 的确有高低 但没有任何的人类 婴儿在两岁以前 学不会本足的语言 都学的会 哪个人不会说话了 其实后天的习得努力 很重要 我说的那只是血脉的内容 你还有文脉 我觉得这也像一个隐喻 就是说我们通过DNA的 这个代际这个传 我们也能意识到 这个文化 就是说这个中华的这个文脉 它也是个DNA 咱们可以说是精神遗产 文化遗产 这个东西也决定着 我们的慧命 哪了不起 不管 智慧生命 对 这个地球上做过很多 不管靠谱不靠谱的 智商测试 智力测验 中华民族的都是在中上 甚至在最尖端 你看还是聪明 对 你看咱们中华文化 就几千年嘛 它这么传嘛 但是你看 也有复制 但是历朝历代也有变异 也有突变 然后这个突变呢 要接受环境的考验 是 有的能存在 有的就灭了 但是呢 总有好像一脉不绝 所以还是中华民族厉害嘛 就他这种 所谓的这种民族的包容性 他很强 中华民族是后来的概念 是100年的概念 金庸也好 这个陈寅雀也好 就是在讲这个汉文化 受到多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的 怎么来说 混合 突变 这个就是生命力 民族的这种文脉是很强的 对 这个得学学他这个学科 了解一下 你不是讲成功学吗 那生命传到今天就是成功啊 那么这个里边有什么成功的规律 我觉得真的 有点意思 这个逻辑很重要 演化是一种学习能力 算是吧 对 他是有随机性的 他是有随机性的 那鲁迅讲国民性的时候 这个国民性 RQ的这个现状 那这个算 就是说社会环境 有没有影响到基因 特别柔顺啊 特别 还是挺难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生物性的概念 尹老师的脑容量给你问到了170毫升 是 真假的 太难了 是 实际上从五湖乱华 再到这个原始百年 再到1644到1911的清朝 这267年 我看到的是融合 我并没有看到你的国民性 是说更柔顺了还是怎么样 要不然如果都柔顺 我们还打什么抗米元朝呢 那个当时打的也是 那也是何了不起的呀 当时可以去面对那么一个强大的对手 大家还不是没有怂吗 所以在我看 这个东西还是在于这一代人的心气 到底起没起来 就是你看 刚才咱们讲的很多很深的问题 比如说是自由意志 还是被决定的 对 甚至有些物理学家说了 就说极端的来说 只要知道所有的一切出始条件 就能够计算出你下一个条件 认为你没有什么自由意志 但是另一种认为人啊 就是有自由选择 比如说你学新闻好 还是学生物好 你今天看你觉得学生物好 可是也许你一上这个学 科技的方向一下转变了 就这个可能又没那么好 对 你也在选择 可是你也在接受随时变化着的 环境和时间的这个选择 那么你说 这个作为父母来说 您对这个孩子 我觉得要认识到这个程度就想 你至少别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想法 让他怎么样 因为那太有可能出错了 要是我们再用另一个大思想家 弗洛伊德的理论 那基因就相当于潜意识 决定人的 他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决定了你的行为 你接受的道德文化训练 那是超我 你的行为是这个超我跟本我的一个协调 换句话来说 是道德文化跟基因本能的一个协调 能不能这样来看 这个是对的 康德那段话可能我觉得更经典吧 就是当我仰视星空的时候 我觉得我构成我自己的悟性 和这些星体之间没区别 都是元素嘛 一堆元素 对 所以我觉得我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当我凝聚 向我的内心看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 这些束缚在我内心当中的这种道德和美德 让我明白我为什么没人 所以这是个很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这两者都让他觉得璀璨的心穷 内心的道德律令 就决定了我的物性和人性 当我看星空的时候 他觉得他只是一个自然物 他只是个物性 我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物体 对 但是看内心的时候 他觉得他自己有一种从高的美 他意识到了我为人的意义 所以说叫这两件事情都是不朽的 那么如果再用饶意讲 其实我们终有一天都会尘归尘 土归土 你会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方式 归于虚无 饶意就是北大的 现在是北一的校长 你把他跟康德并列在一起 三人行逼我师爷 陈一路走来只有师长 然后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希望你既经历过物性的神奇 也经历过人性的可爱 我还会加一句 你用你无私的人性 去克服了自私的基因性 同时别忘了感谢军群的帮助 最后一句话是 如果生命是一种代码 这是我的原创 我相信人类的代码当中有爱 你相信 我相信 但是你还没在里边发现 证明不了 我这是一个 对我来讲是个宗教性的内容 而且无法证伪 因此这句话也不是科学 科学家的宗教情怀 但是我觉得未必不是真的 有时候从DNA的意义上来讲 我们就是个管子 对吧 你活百年 你就是个管子 但有时候呢 有时候你这个管子 真的就是你的局限 你觉得对基因来说不太重要 对吧 你觉得应该怎样 或者说你觉得我的孩子 必须得是什么样 必须是什么 可是对于基因来说 有更大的东西 有更大的意义 在决定着你的孩子的未来 这个就要谦卑啊 就跟他们科学家一样啊 我有时候跟我的一些朋友 就这么说 我说咱们对自己的人生 充满困惑 你怎么肯定 你敢说你是对的吗 咱自己有时候都蛇了 对啊 就是你刚才说人类的基因里面 一定要有 就是如果是密码 一定是有这个爱 对 爱它也许 它是不是自由 一直不知道 但爱实际上会让人感到自由 因为当你用爱的角度去看 很多束缚就没有了 是这样子 你刚才说的父母对孩子 如果你不是用社会的标准去看它 你用爱去看它 你讲了一个特别重要的 一个解决了家所的本质 就是人所以为人的 一个很人性的标准 对 无论是狭隘的 就是这个两性之爱 还是友爱 还是父母跟孩子的爱 我就在也劝这样的一些家庭 就您刚才说的问题 是吧 家长特别自信 爸爸说很多 我一般就是说 又打孩子了 我说为什么打 是欠抽 欠揍 我就说那上次他发唤 你为什么找我呢 快不行了 我说你不想揍死他吗 就是这个意思吗 其实他是爱他的 但他方向错了 稍微缓个打气再说 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什么 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 这是本质 科学家也是这样子 真伪嘛 心里面可能就 每一代坐在颠覆 上一代就是基因的传承 也不是完全颠覆 就是他复制中有变异 可以这么理解 在关键点 尤其在科学上 尤其要在意这个点 我爱我师 但我更爱真理 很多权威已经忘了 他怎么当着权威的 是因为他颠覆了之前的权威 对 然后再往下问呢 就跟邓老师你说的一样 你怎么保证 今天说的都是对的 你成功吗 我能跟你说的一堆毛病 你改得了吗 对 但是也不能因为这个呢 变成这个放任自流 这个虚无主义 说你怎么着都行 所以这个里边 哎呀 咱们说的所有的事情 我觉得本质上 它是一个道理 你比如我那天听人一个说法 他说比如说 有命和运 命就是必然性 是吧 运呢 是偶然性 为什么说科学家爱因斯坦 我们要认识这个科学的规律 就因为宇宙啊 生命啊 有它的必然性 但是神奇就在于这里啊 还有运 还有偶然性 因为偶然性是多种必然性的交叉点 这个是您这个节目的魅力吧 就是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不可能是一个yes or no 非黑即白的事情 对 我们又不是辩论赛 这个真的是未来必须要考虑的一个伦理问题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定制 定制人类 从紧从可能性上 科技的可能性 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讲 我们这么讲 我可以在今天的技术下定制任何一个定制序列的人类 但它的功能我预制不了 就比如说31个剪辑 你说怎么排 我可能给你可以都合成出来 但这个孩子能不能按照你的预期发展成那个样子 比如说打篮球超过姚明 比如说脸就像哪个明星 这个事我们做不到 无法设计 不是能不能制成 就比方说它的肝啊胃啊 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 是最理想的 不太大不太小 去掉一些疾病的可能 脚的大小身体的比例 这些可以做成一个比较理想的 今天还做不到 但是技术来讲 这个事情应该说是有可行性的 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今天研究的比较透彻的是酵母 酵母就是我们酿酒的酵母 蒸馒头 蒸馒头 现在酵母不仅仅能蒸馒头了 比如说这个 这是番茄对吧 我们以前一直 刚才还是精子呢 就是番茄了 一直讨论这个番茄红素 比如说咱们喝红酒 要白利卤醇 这些以前要从葡萄 要从番茄里做 现在不用让酵母表达 让酵母直接表达 最典型的一个成功的案例 就是青蒿素啊 青蒿素不是从黄蒿里提出来的 青蒿素是从酵母里表达出来的 就是很多必需品 不是从它最早的养材料里 不是从生物质来 你要什么成分 我只要那个成分 因为基因是一样的 我曾经算过一个账 你把澳门都种上黄蒿 就是产生青蒿素的原料 所能供应的青蒿素 仅仅相当于 就这么桌子这么大小 一个发酵罐 养酵母供应的量是一样的 生物制造 酵母现在能表达什么 表达抗体 表达白蛋白 可以替代我们人类以前 只有现血才能拿到的成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是比较积极的 纯粹的 好的